公元八年 王王代汉成为新朝皇帝 但他的改革却让民众更加苦苦 于是陆林智媒蜂拥而起 恢复汉朝成为全民共识 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复兴汉事 西汉末期汉成帝的母亲王正军家族 一门九侯全情朝野 其中王正军的侄子王莽脱颜而出 王莽自幼千功俭仗 李贤下士尊敬长辉 被誉为道德楷伯 而后王莽青云之上 试图平坦 官至大司马大将军 并成为汉平帝的岳父 此时社会矛盾激化 百姓生活困苦 由于王莽在朝野素有胜 被视为环州危局的博二人选 汉平变去世后 公元八年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 王莽接受了年仅两岁的 皇太子刘英的善长 成为皇帝 国号为新 史称王莽代汉 那么这位新朝皇帝王莽 上台以后 他将如何解密于道权呢 百家奖刊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秦汉三国篇 第十三集 复兴汉事 上一次我们说到 王莽 在社会舆论的推导之下 当然也在王氏家族的 这种运作之下 替代了刘姓 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 他自己把这个朝代 命名为新 后来人们一般把它叫做 新莽 因为他是王莽建立的 而且只有这么一个皇帝 所以叫新莽 这个新莽正确的建立 应该说是顺应了 武德忠实说的这个天意 但是民心既天心 天意到底满不满意 还得看民心无恒 那么王莽需要面对的 仍然是稀罕默年的 那些社会问题 普利兼并 贫富悬殊 民不聊生 他要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 实际上王莽从他执政开始 他就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他首先 想解决最主要的两大问题 那两大问题 第一 是土地兼并 以及农民认为奴仆的问题 那么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王莽颁布照例 把全国的土地 改个名字 叫为王田 是国家所有 所有的奴婢 都改个名字 叫做私属 无论是土地 还是奴婢 都不得买卖 另外还规定 凡是一个家庭 你如果男人在八个人以下 或者八个人 你家里如果占有的土地 在一井以上 也就是九百毛以上 这以上的土地怎么办 必须分给 附近的亲戚 分给附近的邻居 这是第一条 解决土地兼并 第二条 面对着贫富悬殊的问题 他要解决 怎么解决 四条法律 那四条 第一 和民生有关系的 盐 铁 酒 重新关云 第二 禁止民间 自行铸造货币 由朝廷 统一 铸钱 第三 在长安 和另外几个大都市 设立 专门调整物价的机构 来调整物价 不允许商人随意涨价 第四 当时的高利贷 比较盛行 政府要求 高利贷的利率 必须控制 在一个可行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通过这些 想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那么这些措施 应该看起来 都非常亮眼 而且往往 在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 他都有他的理论依据 理论依据是什么 是六经之中的一经 理 特别是周理 所以他所有的措施 都是从周理里头 得到他的启示 如果这些措施 能够实行的话 那确实是可以建一个理想的社会 可以跟着有气田 可以解决贫富悬殊 解决等等问题 但是我们要话说回来 这个周理 所描绘的这个社会 也就是王莽所向往的这个社会 本身就从来没有实现过 他是周理里头描绘的一个理想国 而王莽恰恰是希望 把现实社会 带到那个理想国中去 所以这样一来 只能是四个字 寸步难寝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自从春秋战国以来 更不要说秦汉 土地的自由买卖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而要大规模的 改变土地所有权 只有两种情况下 才能办得到 哪两种情况 第一 经过长时期的 击风暴雨的战争 把土地所有者 杀得七零八乱 第二 国家权力 国家机器 强大有力 他能够把土地占有者 统统迁到 人口稀少的地方去 那么这样一来 他可能 才在一时间 解决土地的占有问题 但是王莽政权 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 为什么 第一 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 王莽带汉 是这一次 和风细雨的散让过程中 和平之中 过道的 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都在保留 所有的土地 所有者 冷藍在他的土地之上 所以 这是困难之一 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第二 他这个国家 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强大有力 但是 他这个国家 是由谁构成 是由官员构成 由军队构成 往往上台 是由哪些的推动 是由卢氏推动 官员们推动 这里就要注意 上上下下的官员 大大小小的卢生 他们都有一种主要的构成 那就是地处 甚至是各地的豪墙 我们把你推上台 是为了你 来保护我们的既得利益 现在好了 你拉起刀子 要宰个我们 这办得到吗 办不到 所以他根本不具备 这个条件 这样一来 土地公有 实行不了 奴隶不买卖 实行不了 甚至 盐铁酒官云 也极其的困难 更不要说 筑钱了 那么有些措施 汉武帝办得到 但是往往 他是办不到 有些事情 汉武帝也办不到 你像所谓 根泽有基田 九百某以上的土地 要把土地分给别人 汉武帝也办不到 往往更办不到 这样一来 他不但得罪了富人 他的支持者 也得罪了穷人 因为大家觉得 你一天到晚给我们画饼 画饼冲击 结果最后饼没有 与其没有饼 不如不画饼 但是 当家就有当家的难处了 往往自己做皇帝 更体谅到这种难处了 柴米油盐茶 一天开门就七天四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什么都要钱 国家开支 衙门只要开 你就要办事 军队只要建 你就要军饷 怎么办 旧地税难以收上 那就只有推行实用税 于是往往 他也根据州里的教导 为了人民的利益 土地税不再增加 人口税不再增加 商业的贸易税也不增加 但是他推行两条措施 哪两条 第一 惩治懒惰 什么惩治懒惰 凡事有天不耕的 叫做不值 凡事你有庭院 不种树的 这叫做不毛 那么前者 要交三个人应该交的税粮 后者 要交三个人应该交的布品 交钱 交布 交粮 还有 如果你既无庭院 又无土地 你得去做工呢 你又不做 游手好闲 那干什么 那也要拉你的税 拉多少 一个钉 向国家交物的 这个数量 这是惩罚懒惰 第二 征收杂税 什么叫征收杂税 凡事以 普列非经走兽 以王谱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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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者 凡事以工 以谱 以巫 以衣 或者其他的方济 能谋生者 乃至 凡事 妇女 从事家庭 妇业 仿职 仿杀 职步 只要是拿到市场去卖 你必须向国家 来申报你 所得有多少 按十岁一地 税地 向国家交税 这个问题就大了 大在哪里 所有这些 都是 贫固老百姓 赖以谋生的手段 你现在一张网 把所有的生路 把所有的出路 全部网住 叫人 怎么活 所以这个事情 同样行不同 但是 往往觉得 他这也是按州里办事 还有更蹊跷的 怎么按州里办事 为了体现州里的精神 把全国各地的地名 把 长安公殿的店 把 各级官员的官员 乃至周边少数民族 民族的那些族民 和别人领袖的名称 他统统要进行改变 如果说 他征收杂税 触发懒惰 那是 阴亡打尽 得罪了 几乎全体的民众 那么 这些改名字 几乎就是 瞎骨老 王莽的 所有的新政 所有的改制 他都有一个依据 我们刚才不断地说 依据什么 依据州里 所以历史上 人们把 王莽的这些改制 又叫做 脱骨改制 什么叫做脱骨改制 以恢复古代的理想社会 作为一个依据 来进行改革 进行改制 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 这个出发点 还是不错的 应该说 还有一点点靠谱 但是越改到后面 越是胡闹 胡闹到什么程度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是一个带有 理想主义头脑的 大卢生 带着一批 大大小小 有理想主义的卢生 的一场瞎唬 王莽作为 新朝皇帝登基时 已经是一位 五十四岁的男者 他的前半生 都在为汉朝服务 不仅担任高级官员 在王莽代汉的前两年 他已经是摄政王了 他对整个社会的问题 对朝廷的问题 都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于是 既然众莽所规 要他解谜于盗选 那么这场改革 就势在必行 那么王莽的这场 头横一头 脚横一脚的所谓 脱骨改制 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么要说 王莽运气也真不好 如果这个时候 连续的空调雨顺 连续的农业丰收 也许 矛盾还可以缓和 但是 恰恰相反 改制不成功 社会矛盾继续局化 而这些年 又连续的 水灾 汉灾 黄灾 溢灾 这样一来 不但是王莽的朝代 任何一个朝代 也要出问题 实际的农民流离失所 打架切舍 为了生存 这个是不可避免 如果处理的好 或者镇压得力 那么小小的动荡 就平息下去 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 小动荡就变成大动荡 而王莽正面临着 这么一种形势 而且形势更加严峻 这个时候出了一个 小小的插曲 后来事实证明 这个小插曲 成为一个大事件 一个什么小插曲 当时有一个叫做 史料上记载 叫大司马士典 这个士没有看到姓 如果不出意外 也应该是姓王了 应该大司马王氏 我们就按照史料上的记载 所说 大司马士 受到王莽的派遣 来到了豫州 那么豫州在哪里 它的中心点 在现在 博州一带 包含安徽和荷兰的交界 那片地区 到那里去视察 视察灾情 视察民情 大概这一位大司马士 比较喜欢深入底层 结果一不小心 被正在闹市的民众 把他抓住了 抓住以后怎么办 这个大司马士要亮身份 结果一亮身份 人们把他放了 还赔你道歉 不但放了 还把他直接送到县里面去 这个事情呢 使这个大司马士很感慨 于是他回到长安以后 他就向王莽打报告 说自己的这场经历 当然一定要说 自己背负以后 是如何的 义正词言 来谴责那些乱民 但是乱民呢 向他告诉自己的苦衷 说我们本来是良民 只是因为拾取土地 只是因为 发生天灾 我们没有犯死 因此才走这个 无奈的道路 希望您呢 到了长安以后 好好向皇上反映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而且这个大司马士说 现在天下的动荡 隔地的这些闹市 大体都是这种情况 按道理来说 王莽应该听得尽 但是 王莽这个时候 恰恰听不清 可能王莽这个时候 正觉的委屈 正觉的别屈 你看看自己 几十年以来 为了国家的太平 为了民众的利益 他不断地 舍己为人 把自己家的土地 分给别人 自己的太太 现在是皇后了 还初一结实 你看看 都不是为你们好吧 我干了这么多 但是你们怎么不理解我 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 就闹事 人是有脾气的 有的时候脾气一来 一上火 他就乱了方寸 但是王莽认为 他是必须做的 于是他给天下的官员 发了一条照例 一条什么样的照例 我们看看 福利者 礼也 宣得民恩 以目养民 人之道也 逆强都间 土诸盗贼 义之杰也 金则不难 道法不则得 自称群党 贫困饥寒 犯法为非 大者群盗 小者偷血 不过二科 金乃 杰谋连党 以千百数 是逆弱之大者 其极寒之四无焉 如果受贫困所赐 你充其量 就是做群盗 就是做小偷 不过这两种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以千百数 成千上万 这难道是 还是小偷小贼吗 他就是群盗 所以要求各地官员 严厉阵压 往往自以为 这条兆令下去以后 各地官员 应该闻风而动 那么大大小小的乱民 大大小小的道扣 也应该平息 但事情不是这样 恰恰相反 一方面 官员本身对积民 他就有同情之心 也许他们的亲属 也许他们的兄弟 就在积民之中 另外 如果上罢朝廷 又不破灭的话 受到朝廷的谴责 这样一来干脆 开之眼闭之眼 让这些习民 成群接队 让他们由小谷到大谷 这样一来 事情就大了 大家说 王莽为什么不责怪 要注意 官员们 如果对付那些 精明强干的皇帝 还是要谨慎点 但是对付书呆子皇帝 对付书呆子的上司 他们有的是办法 完全有办法进行唐财 结果这样一来 小谷变成大 大谷变成一个集团 于是 大大小小的积民 大大小小的灾民 汇合成两大系统 汇合成哪两大系统 一个系统 以山东积民为主体 他们以赤色图媒 号称赤梅 所以叫赤梅军 另外一股 以现在湖北一带的 积民为主体 他们集结在 现在湖北省的 当阳金山一带 那里一块地方 叫做陆陵山 所以他们叫做陆陵军 这两股军队 都发展到数十万人 声势厚大 那么这样一来 积民越来越多 而且变成农民起义 农民战争了 整个天下就乱起来了 而且各地的豪强 各地的地主 为了自保 他们也纷纷结成 自己的武装 王莽政权 完全没有办法 应付这个场面 这个时候 人心又在发生变化 大家怕天下大乱 把姓牛的请下去 把姓王的推上台 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 现在看起来 姓王的上去了 还不如姓牛的在台上 所以人心有的时候 有点诡异 所以说人心可能揣磨 当大家生活在一个时代 觉得这个时代不行 觉得这个时代太糟糕 大家希望迎来新的时代 但是当新时代到来以后 如果这个新时代 比旧时代大家过得好 大家觉得庆幸来到新时代 脱离了苦爱 但是如果这个新时代 大家又觉得 甚至还不如这个旧时代 于是人心就发生变化 干脆还不如回到旧的时代了 因此 人心发生这种变化 过去是牺牲流性 来保全大家的利益 现在大家又觉得 还不如再一次牺牲王性 来恢复过去 于是 有一个舆论 有一个想法 就在不禁而走 在人们之中传递 一个什么信息 叫做 汉师复兴 什么叫做汉师复兴 就是 重新恢复汉朝 王莽改革 引发了社会动荡 陆林赤梅蜂拥而起 在陆林军中出现了真正复兴汉士 他们就是刘秀兄弟 国史通鉴为您讲述复兴汉士 赤梅君主要是以机民为主体 像滚雪球一样 他们越滚越大 那么 滚到最后 滚到数十万人 乃至号称上百人 但是他们的头头脑脑 给自己什么称号 给自己的称号很有意思 叫三老 叫浙富 叫崇士 都是县衙门以下 乡间的一些领事的名称 所以看出这支军队 它是比较淳朴 它没有什么胸快大致 那么 陆林军这不一样 他们在滚渡的过程中 有不少的豪强的势力加入进去 而且这些豪强势力 还有刘氏中心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 叫做崇林军 那么这支军队 叫做崇林军 领头的是两兄弟 一个叫刘尹 一个叫刘秀 说到这两个 刘尹 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说到刘秀 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刘秀 就是我们将要讲到的 另外一个朝代 东汉的开创者 著名的汉广武皇帝 那么刘尹和刘秀 他们是亲兄弟 都是汉高祖刘邦的九四孙 他们是聪明人 这个崇林呢 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省地 早阳以北那一带 两兄弟 虽然是新兄弟 但是性格不一样 这个哥哥刘尹 他性情豪荒 喜欢交接天下英雄 胸筷大字 看到天下大乱 他想复兴汉士 但是弟弟刘秀不一样 弟弟刘秀啊 为人低调 而且喜欢摆弄庄稼 喜欢侍候土地 另外还喜欢读书 当王莽在位的时候 王莽在长安 扩大太学的片子的时候 这个刘秀也到太学读书 所以他是太学生 他主攻的是上书 那么两兄弟就不一样了 哥哥倒有点像汉高祖刘邦 而这个弟弟 有点像汉高祖刘邦的哥哥 老二刘仲 喜欢仲庄稼 所以哥哥刘尹 也有的时候经常用这个事 来拿弟弟刘秀开帅 那么天下大乱的时候 刘秀仍然在做自己的生意 而刘尹这种魔刀祸祸 那么刘秀干什么呢 他仍然带着自己田里面收割下来的骨子 到南洋去卖 因为南洋是大去处 但是一到南洋出事 出什么事呢 南洋城里有一个大姓 这个大姓姓李 父亲在长安做官 儿子也在长安做官 这个时候正在南洋 而且父子两个都精通一门学问 叫什么学问 叫图秤之学 图秤之学就是知天文知地理 还要预测未来的 那么他们经过看图秤 他们认为现在天下变了 是刘氏复兴 李氏为辅 姓刘的应该重新复兴 而我们姓李爹就是辅佐他复兴的 当刘秀来到南洋的时候 这个李氏家族的第二代掌门人 李通正在南洋 见到刘秀非常高兴 不但是冲林刘氏的后代 而且刘秀就有帝王之相 等到李通把刘秀一找 跟他一鼓倒 刘秀大吃一惊 他从来没这个想法 没想到民间还有这种传言 当然也许他知道 但是没关注 而且还落在自己冲林的刘氏家族 他本来不想闹事 但是转眼一想 哥哥保不准就要闹事了 如果他闹起来 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怎么办 于是啃下一条心 把卖骨子的钱偷偷地自买兵器 而李氏家族也亲近其力 来资助刘秀 这个时候 陆林军有一支打到了万城 于是刘秀在他28岁的时候 公开截起起义 来反抗王马 当他们带着军队来到冲林的时候 刘营早就动了 但是刘营动 亲戚朋友们 从者胜寡 跟着他闹事的很少 主要是他的宾客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小子从来就想闹事 而这个时候 公开反对王莽的 主要是机敏 闹事的主要是机敏 和没有太多身份的人 那么有身份的都要在观望 这个时候 大家正在观望之中 刘颖率先而起 大家觉得 你不是弄得我们灭门吗 这是要灭门自祸的吗 但是刘秀一回来 情况不一样了 大家觉得 刘秀从来就是稳重点 而且有见解的 现在他也闹事 那么看样子 天下要乱了 于是 从者日中 兄弟两个 组建军队 由于在冲林起军 所以大家把他叫做冲林军 王莽取代汉朝自立为帝 但他的改革却复得人心 陆林吃煤起义相继爆发 自用陆林好汉刘秀 重整山河得了天下 国室通建为您讲述 重整山河 在当时 刘氏兄弟的加入 只是陆林军中 无数武装力量的其中一支 但由于最后是刘秀 得了天下 复兴的汉室 于是史书中 有关刘秀兄弟的记载 就非常详细 就刘秀兄弟而言 性格豪放的哥哥刘衍 才是真正具有革命者性格的人 而刘秀则是一个 大众眼里的本分人 那么加入了陆林军的刘氏兄弟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请继续收看 系列节目 国室通建 秦汉三国篇 第十三集 复兴汉室 那么刘颖和刘秀 加入到陆林军以后 他们开始 以兵法训练部队 以法际 约束行为 同时 不断地向陆林将领们 灌输一种正统的礼宴 什么叫做正统礼宴呢 善善之王 不是长远之计 大丈夫 在干大事 那么什么才是大事 推一番新芒 复兴汉室 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 那么当然做这种宣传的 一般都是哥哥 刘颖来做 而弟弟刘秀呢 他一般是跟着后面 扎扎实实的干工作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复兴汉室 实际上正在成为人们的共事 但是复兴汉室 推选刘氏 到底该选哪一个刘氏 这是问题了 比如说当年 要把姓刘的挺下去 另外选一个英处 后来人们选到了王莽 所以才有48万张选票 血片般的飞向长安 那么现在我们推刘氏 推哪一个刘氏更好 那么现在摆在 陆林军好汉们的面前 也有两个选择 到底怎么选 第一选刘颖 因为刘颖既是刘氏宗氏 又是豪将地主 他有身份 有实力 特别是还有能力 敢担当 所以选他 可能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 不选刘颖 选谁 推一个和刘颖 同辈的刘氏的中心 他的名字叫刘璇 那么这个刘璇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选择他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理由 要说到的理由就是一个 要压制刘颖 当然摆在桌面上的理由 是你们是同中兄弟 但是刘璇呢 他年龄更大一些 你刘颖年龄更小一些 所以我们选择他 那么大家说 这不是不顾卷大局吗 这不是利益要拥财 不要人才吗 但是有的时候 恰恰是一种长情 能不能在选择的时候 未必选择那种能力最强的 最有担当的 往往是选择 大家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那么大家认为 你刘颖一天到晚 在这里宣传复兴汉室 要推刘氏为皇帝 不就是为了你自己吗 但是你看你 那么的张扬 那么的自以为是 现在还没做皇帝了 如果做了皇帝 那一定是报权 那么刘璇 虽然可能不可以 扩大我们的利益 但是至少 它不会损坏我们的利益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决定 推举刘璇 而不推举刘颖 那么诸位于而问 还有一个为什么不推选 谁 刘秀 刘颖的弟弟刘秀 但是不能推他 为什么 第一 刘秀这个时候 还没有表现出过人之处 第二 刘秀文字彬彬 一个读书人 他管得住他大哥嘛 如果选了他 还不等于选了刘颖嘛 黏羊是挡不住虎狼的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 陆林好汉门决定 推刘璇 商议好了以后 让人把刘颖请过来 告诉这个决定 对于刘颖来说 这当头一棒 他一直鼓吹 要复兴汉士 实际上是希望 由自己来担当这个重任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种结果 到了他也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做这种选择 就是为了挡住自己 但是刘颖作为有大担当者 他一定是不服输的 服输的人是没有担当的 所以他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既然你们设了局 我希望破这个局 那么怎么破呢 要说服大家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来 阐述自己的观点 祝将军信于尊丽忠誓 其德胜厚 先是这么一段话 大家说他不是不服输吗 怎么又表扬这些人做得对 当然要表扬 你不是说汉士复兴吗 别人现在 启示者 你比如王匡啊王凤啊 人家没有选自己做皇帝 选了你一个姓刘的 你应该感谢 人家才是出于公信 那么另外 别人已经达成了共识 你要反驳别人的观点 还不能一开始 一出场就说一个布置 你要先表扬别人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然后在但是下面做文章 这是中国汉语表达的一种技巧 我们看看他下面怎么说的 然 于必之见且有未同 然 这就是个转折了 我还有不同的想法 看看他怎么不同的想法 经痴梅起轻徐 众数十万 闻蓝阳立宗事 恐痴梅富有所立 如此 必将内征 这是第一条理 现在义军比较规模大的 一个是我们陆林 还有一个赤梅 如果我们先立一个皇帝 把刘氏立下来 那么赤梅不服气怎么办 他也要立 那不是内部发生矛盾吗 王莽新莽还没有推翻 那么两只义军内斗 那对于大局是不利的 这是刘颖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 金王莽未灭 而忠实相攻 是你天下而自损权 非所以破莽 这个对于破莽 是极其不利的 它是补充 如果我们立 赤梅也立 那怎么办 下面我们看 接着来的 第二个我们不能立 什么理由 守兵畅号 先有人随 陈胜向吉 积极四野 凡是首先启示的 往往是不得成功的 你看看前面就是教训 陈胜吴广吉 向羽西足霸王 最后都失败了 恰恰是我们汉高祖 刘邦 我们高帝 后起 后发自成 最后他的天下 它是第二条 我们再看第三条 今且称王以号令 若慈梅所立者 贤 相帅 而往从之 若无所立 破莽 相慈梅 然后取尊号 一位 万也 那么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立一个王 未必先立地 如果这个时候 慈梅也立 我们可以看看 他那个立地人 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贤者 如果他这个真是能成大事者 那我们就归属于他们 合并一起 推翻新马 如果他立的不行 那我们先灭亡马 再打赤梅 最后统一天下 我们这个时候 再来立尊号 于是也未完 刘邦 他这么一套说辞 我们说他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比如说 一千多年之后 明太祖术元璋 起兵的时候 就有九个字的 这种策略 叫做高朱强 广基梁 缓称王 他要缓一点称王 那么让元朝和先称王的 打得离死我活 所以不能说刘颖 这个没有道理 但是如果在立尘玄之前 你这一番话说出来 那是有道理 那么你现在说 那不是小九九吗 就是压别人吗 最后你自己还想立马 当然 每当碰到这种讨论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啊 大多数人 总是老好人 开始有人提出 要扶刘璇的时候 大家觉得可以 等到刘颖 义正词言 说一番话的时候 很多人又觉得 那他也有道理 什么原因 没必要去得罪他嘛 但是这个时候 有人出来了 有人是坚决不愿意 刘颖出位的 上位的 于是拔出去来 说我们早就议论好的事情 怎么说变就变呢 不能变的 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定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大多数人又说 那也可以 也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 李刘璇 这个时候刘颖怎么办 没办法了 自己情报得得比较晚 自己太张扬 又不知道众人的预谋 突然之下 他没有准备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他有准备 事前得到了情报 他也带几个使党过来 然后拔出剑来 今天就不能与这个事 那么最终结果会是怎么样 也许就打起来 也许就分裂 也许 这个陆林从此瓦解 但是 他没有带人来 那么 刘四兄弟 将有何作为 他们又将碰到 什么样的艰难行业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谢谢